好15岁的国中生 早上高高兴兴的去上学 下午家长被通知 已经受了伤 石刀命中要害 结果现在已经离开了 这件事情 到底我们应该怎么看 杀人的或教唆杀人的 都是小朋友 都是国三生 都未成年 只是他们饭后的状况 老实说我们这种大人看 有点吓一跳 动刀的那位少年 现在被保护管束起来 可是另外那名女生 就是某种程度 是教唆杀人的这名女孩子 还在IG上面 在他们的social media上面 写了很多话 有人形容为叫嚣 我们来看看这个女生 国三哥警案少女 她写说 好多人私讯把我骂得很难听 通通法院见 emoji 就是后面还有一个贴图emoji 是幸福的样子 幸福 一个一个看你们长怎么样 我一定会叫全部认识的哥哥 陪我出席 干哥哥 杀人的那个 涉嫌杀人就是他的干哥哥 我会叫我的干哥哥 跟我一起 法院见 骂这么难听 都没有想到 我也是人生父母养的妈 这名女生 小女生又贴了一个emoji 翻了一个白眼 观众朋友 死亡的这名小朋友 15岁的小朋友 她再也没有办法上学了 她没有办法跟同学聊天 她也没有办法回家吃晚饭了 这个少女完全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这个老师说 这个国三生聪明富有正义感 所以今天他点名的时候刻意跳过他 这个事件也造成了社会的对立 某种程度来说 校园冲突事件延烧 在学校的学生说 不断的有八加九叫嚣 什么是八加九 八加将 宫庙这些少年 这些小孩 穿着校服的人 乖学生你被吃之以鼻 而另外我们看到呱吉前台北市议员 他发表了一些言论 因为有很多人跑去费死联盟那边去po文 我就说费死联盟 你们出来面对 都是你们在这边塞狼 什么什么的 那当然这种叫嚣也不是很好 可是呱吉就讲 他逆风讲说 你们这些人去po文的这么正义 你不如打给天道蒙 你打给天道蒙 你这么有正义 小商人是一名网红 嘉义的网红 他就直接说 谢谢你的建议 我已经打给天道蒙了 刚刚打了 来我们先请教梦化 其实我觉得发生这样子的事件 大家都非常的难过 其实我觉得校园安全也是 不管是中央跟地方政府 大家要一起来好好来努力的 目前卫福部等等的相关举处 都有发表说 希望可以来针对我们的校园安全 如何来强化 尤其学生的转介制度等等 我们也希望说新北市政府 虽然现在侯友宜 他是总统候选人 他还是有一个身份 是新北市的市长 这件事情发生在新北市 我们希望说我们可以看到 新北市的教育局 可以有更多的作为 因为其实我觉得发生这样的事件 每次台湾只要发生这样的事件 像是我们可以看到 之前的小灯泡案 还有之前的随机 在捷运的随机杀人案的时候 我们社会就产生一股恐慌的力量 开始来制造对立 可是我觉得我们应该 更要趁这个机会来讨论的是 我们整体的制度 要怎么样子来更完确 大家应该可以记得 有一部的影集之前很红 叫做我们与二的距离 其实在这里面其实也讨论了 非常多相关的故事 不管是被害者 受害者 等等的相关的连结 我们希望说可以借这个机会 台湾的社会来讨论 如何让我们的学校 是更加的安全 不管中央跟地方 大家是要一起来努力的 尤其我希望新北市 我们新北市已经发生了非常多 不只这次的校园安全意外 我们可以看到之前 有非常多的枪击案 甚至少年的枪手 都是发生在新北市 而偏偏现在侯友宜 他就是在一个请假的状态 可是我们真的提醒他 他还是我们的新北市市长 我们还是希望侯友宜 可以在我们新北市 可有更多的作为 社会的对抗是怎么对抗 是广大的民众 对抗民进党政府 我们现在讲校园的安全好了 109年到今年的2月 修法修了三次 你们是怎么修的 你们修到最后 就是老师们都没有办法管 也不敢管 书包也不能检查 什么都不能检查 你告诉我 全世界有这样子说 要有两个家长会的代表 还有老师 还有学生干部 然后大家在一起 为了检查一个书包 你来得及吗 你说你在校面等着 我现在找人来 这一天找好了 我们再一起来检查 你这10个小时 还有5个小时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讲范园只是那个 春天的喜欢冒间的竹笋 其实他是冒出来被大家看到 这个范园有一个人可以主导 整个校园的管制的这些 修法的相关的法律的修法吗 不可能 我请问你教育部你在干什么 这个部长你在干什么的 教育部现在最应该出来 面对这个问题的是教育部 不是什么 我知道民进党的手段 全部事情就是新北市发争骂 所以就是你侯爷要负责 我请问你88枪谁要负责 88枪谁该负责 对不对 谁讲社会安全网是谁讲的 7年前你蔡英文讲的 7年用你告诉我 你的社会安全网在哪里 你们要给我讲社会安全网 你给我讲的是 Campus Security 你给我讲校园的安全你怎么建立 这个是一个笑话 我跟你讲最大的受害者 不是只有学生而已 刚刚傅兄我讲了一些 我告诉你很多老师 提早退休就为这个 我现在学生 你们有说我看得到吧 学生他一直丢老师 你想男老师 如果你老师他吓都吓死了 我跟你讲 你一个学校里面 你一个教室里面 你那个教室里面没有King 没有Queen 没有一个领导在这里 每一个都怕那几个坏学生 你认为这个班怎么能够安心读书 这里面的学生不是被勒索 就是被语言的淋念 我告诉你 这个日子怎么过 所以现在整个来讲 就是说你民进来去检讨 你讲说校园的暴力 我可以告诉你 不是老师没有办法在校园里面 维护自己的安全 学生的安全他更没有办法维护 我告诉你立法委员在立法院 我们都在美国念书了 我请问一下 美国有发生过很多大规模的 示威游行 尤其越战 几十万人在华府 街上这样子走抗议 我问你 有没有人占领过美国国会 只有太阳化说在民进党 重容鼓励之下 占领立法院 然后最后这一辈起诉的人 全部民进党中午上来以后 全部放掉 全部撤告 你国会议员都没有办法保护自己 你知道那时候 我们在立法院是怎么样吗 我们是躲躲闪闪的跑走 我们怕被毆打 你想不晓得 立法院整个被他们占领 有一天我们接到院长室电话说 你赶快过来 我们等一下走一个地下室 要到监察院 我们一个地下室 通道回到监察院 在那里往走 那个群众一起追到那里来 一个国会议员 你都没有办法保护自己 这些是造成的 就是民进党造成的 来 中宪还有话讲 因为我自己是 新北市府的局长 我必须讲一个 从上次的所谓的 幼儿园的未要案 其实我非常痛恨一个点 就是政治人物政客以及政党 总是利用人的不幸 来制造话题 来做攻击 我们来讲防疫期间的事情好了 我自己在台大念公卫的博士班 请问一下病毒什么时候 会跟你看你是什么区 你是台北市人还是新北市人 然后再来犯罪分子 什么时候会看这个是什么区 什么城市 我会有没有过了地界在翻案 有过了县界在翻案 没有这种事情 所以我自己是刑事侦查出身的 我必须讲一个东西 总是拿这种人们不幸 拿刑事案件来指责 哪一个市长怎么样 哪一个 你们真的是刑事案件 侦办得超级大 而且非常没水准 犯罪就是犯罪 犯罪是一个国家的问题 是一个统和的问题 包括像这次校园里面的问题 校园里面大部分的规定 也都是中央的规范 是一个城市里面的地方自治条例 是非常非常少的 大部分都是中央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去骂教育部长 是不是应该叫他出来打球 所以这个不应该这样 我们今天针对问题 我们聚焦在问题上面 拜托政治人物 我现在也不是政治人物 我就是一个讲学官出身的 即将是 我是一个讲学官出身的 在我心目中 对错比颜色更重 我到现在还是这个个性 拜托政治人物 我们要聚焦在问题上面 我们要怎么样给家长 一个安心的生活 让他能够把小孩子送到学校去 而不是在那边吵 今天是哪个市长请假 哪个市长 改天如果发生在台南市 那我是不是要叫台南市长出来吵 不要干这么蠢的事情 委员 我来呼吁一下 刚才朱立伦主席所讲的 我对范云委员 我们现在同事第四年 他就是很一面 只有从某一个点来看一个事情 针对这个 老师可不可以检查书包的事情 我觉得他也太liber了 我们要从通盘的来考量 学生的安全 家长的感受 我要跟各位报告 国中生的老师 以前我当议员的时候 就一直拜托 他也拜托过 我相信拜托过议会 很多委员 希望他不要当导师 所以大家最不愿意当 当国二国三的导师 再来当国一 还有高一 小六的导师 因为那都在叛逆起 都在叛逆起 尤其学校 尤其学校附近 如果有宫廟 我们不要讲什么匠了 你找那些年轻的 初中生 高中生 那个学校就是相对于 相当 不知那么安静 家长怕不怕 家长当 我们都当过家长 家长当然怕 刚才乃兴讲 为什么有人要去念 私立学校 就是相对的管理 比较严格 我是觉得 民意代表 像奉劝范英伟 他往后还要当四年 看事情要看得比较全面 不要从某个人 给你的意见 你就从那个点 你就一定要坚持 还有我们立法院 刚修过的少事法 你去看看少事法的精神 是什么 我觉得民进党 不要太liber 而且说从你的坚持 你的坚持不见得是对的 大佬要补充 我知道时间已经过了 但是我不能放过那个小女生 没有放过小女生 你看那么神 他有多神 你知道吗 他说我干咳咳多的 你们要骂我 我一个一个求出来 我认得你们一个看看 以后要怎么干 我跟你讲 70年前 70年前我15岁的时候 我们叫这样的女生叫什么 叫泰妹 他的干咳咳叫泰宝 有泰宝 有泰妹 但是没有这么嚣张 真敢 你一个人有这么高大 这个我也很惊讶 那个时候我们很有名的 就是警务署里头的少年队 那个少年队的队长 我都还记得叫鲁俊 这个叛鱼 如果听到鲁俊 我怕死了 但是我并不是说 每个人都要乖到像我这样 每个人都像我怪成这样 社会也没有活力 你知道吗 你晓得很多拍子 他是有一定的程度 因为他活泼 他打着打着不住 打着不住 你看尤其是眷村的 第一流的到美国去念电机了 第二流的流下来 你看有人讲金普松 就是当年台南二松的 你知道吗 我问过他 他笑一笑 他不承认也不否认 我跟你讲 我们是需要有一群不一样的 多元化的 不一样的小孩子 这个社会才能多元化 但是不像你这个小妹 嚣张到这种程度 你有种就来找我 而且其实宗憲也讲过了 因为少年犯 基本上是少年法庭处理 可是还是会看你犯后的态度 对不对 像他犯后的态度 我们现在认为 有点不可思议 可能也会变成量刑 或者是调查的依据 是这样子吗 是 这种案子其实最后 少年法庭会 移给检察官调查 这种比较特别 因为五年以上重罪 所以是检察官在调查 但是虽然犯罪是 犯罪结束的时候 就应该结束了 但是犯罪后态度 通常在法官量刑上面 一定会参考 是 好